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也要教大家如何在iPhone 或者是iPad上面设定低电量提醒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iPhone或者iPad上面 自己本身就已经有低电量模式了 不过今天呢这算是一个加强版 就是你可以自己设定像是10%提醒啊 或者30%提醒等等的 然后要设定几个都可以 原因是因为最近我买了iPad 然后我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没有用它 然后可能就忘记充电了 所以今天这个版本呢 在iPad上面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你没有写过捷径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iPhone或者iPad上面 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库 它可以帮你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今天呢会教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文字提醒 就是它会有一个通知跳出来 然后第二个是让它念出一段文字 就是例如说30%的时候呢 你的手机就会自动讲一段话 然后第三个是用铃声 就是自己设定一个音乐或者是铃声 那现在呢我们来讲第一种 首先去找到你捷径这个App 然后呢我们要到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自动化 点这个自动化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选这个自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然后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选项 那我们要滑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电池电量 点进去 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你要在几%的时候让手机提醒你 你要设定几个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呢先把它设定到 例如说25%好了 然后下面呢我们这边就选低于25%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重复通知的情况了 那我们按一下下一步 那这边呢我们先做一个显示通知的版本 就是让它出现一个通知 那首先呢在搜寻栏这边 我们搜寻通知 这边有一个显示通知点进去 那大家看到我的捷径里面 跟你的画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那是正常的 那是因为我现在正在使用测试版的iOS15 但是今天我们会用到的功能呢 大家的手机里面应该都有 那显示通知里面这边有一个 hello全世界蓝色的这个字呢 我们点进去 然后把它删掉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输入 我们想要让它显示的文字 例如说我打电量升25% 然后我们按完成 那我们来测试看看 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播放键 然后这个就是你电量升25%的时候 会出现的这个通知 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按下一步 然后这边有一个执行前线询问把它关起来 然后按不询问 接着按完成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我们写完之后呢 在自动化的下面就会有一个 在电池电量低于25%的时候显示通知的项目 那今天例如说你想要停用这个自动化的话 你也可以点进去 然后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它就不会通知你了 那如果你想要再启用的话 就可以把它打开 那我们按完成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版本呢 要来教大家如何让你的手机 念出一段文字 那后面第三个呢 我会教大家就是播放声音 但是念出文字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 首先呢一样按一下加号 然后一样选这个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然后一样滑到最下面呢 去找到这个电池电量 那我们现在呢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例如说10%好了 然后呢选这个低于10% 像这样子 就是让它电量在低于10%的时候 念出文字来通知我们 然后按右上角的下一步 那我们来加入动作 在搜寻栏这边呢 我们先搜寻文字 那找到这个文字之后点进去 那就出现在这边 然后文字的输入栏呢 我们就来打想要让手机念出哪一些字 例如说我想要让它念出 电量剩25%这几个字 然后按一下完成 接着呢我们要去找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我们在搜寻栏这边打朗读 这边有一个朗读文字点进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文字 跟朗读自动连在一起了 像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旁边的按钮 让它展开 你就会看到有更多的选项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调整它的速率 或者是音高 然后下面的这个语言啊 iPhone照理来说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但是这边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播放键来测试看看 电量剩25% 我觉得太慢了 那我就可以让它快一点 电量剩25% 这样比较正常一点 然后完成之后我们按下一步 这边有一个叫执行前先询问把它关起来 然后按不询问 按完成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下一个呢我们要来制作第三个版本 就是让它播放声音或者是音乐 那要播放声音有一个前置作业 就是你要先准备好你的音档 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来做一个荧幕截录的影片 转换成捷径上面可以用的音乐 首先呢你先找到你想要当成铃声的声音 然后把它用荧幕录制录起来 像我准备好了这个影片 就是我用荧幕录制录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捷径 然后这一次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们选到就是最左边的这个 我的捷径里面 然后按一下加号 那这边呢我们要先把这个影片 转成一个声音的代码 首先我们加入动作这边呢 搜寻栏这边我们打选取照片 这边有一个选取照片 接着呢我们继续搜寻第二个动作叫做编码 找到这个选项叫做编码媒体 点进去 所以现在呢已经有两个动作了 第一个是选取照片 第二个是编码照片 那我们把这个第二个选项展开来 把它展开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颈线音讯 把它打开 然后格式的部分我们可以点进去 然后选这个 AIFF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新增第三个动作啰 然后在这个搜寻栏这边我们打64 64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BASE64编码 点进去 然后你就看到上面呢已经有三个动作了 然后他们都是有连起来的 接下来我们要新增第四个动作 我们在搜寻栏这边打拷贝 然后就会有一个选项叫做拷贝到剪贴板 点下去 然后他就会自己变成将BASE64编码拷贝到剪贴板上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会是这四个动作 那这样子是在做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执行的时候 他就会把我们刚才荧幕截录的影片转成一个声音的代码 那这个捷径写完一次以后可以一直用下去 就是你只要选新的荧幕截录的影片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看看 就是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播放键 然后我们去选取我们刚才荧幕截录的那个影片 那这个部分就结束了 就是我们只要执行一遍 他就会自动拷贝到我们的剪贴板上面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刚才的自动化里面 就是我们把它关起来 关掉 然后呢按一下自动化 接着按加号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跟刚才一样了 那电量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就选个 然后我们选低于5% 然后按下一步 这边加入动作第一个 我们要加入的是文字 选这个文字 文字的框框出现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贴上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有自动复制了嘛 然后我们在这边手动贴上 接着下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搜寻64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Base64编码 点进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蓝色的编码 然后选这个解码 它就变成以Base64解码文字 接着我们搜寻下一个动作 然后在搜寻栏这边我们打播放 然后选这个播放声音 点下去 然后这样子就写完了 总共是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文字 第二个是以Base64编码 第三个是播放声音 然后它们中间都是有串起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 就是按一下右边的这个播放键 然后它如果有播放你想要的声音的话 这就是成功了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下一步 然后在这个执行前 先询问一样把它关起来 然后按不询问 接着按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以后它在电量低于5%的时候 它就会播放刚才你设定的声音了 那一样以上三个版本 都可以在iPad上面执行 然后你想要三个都做也可以 就是你想要设定几个 低电量的通知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低电量通知的教学 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另外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想要学的其他iPhone 或者是iPad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